我叫杨阿萌 英文名是Emilia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 我演作乐器叫古征 大大小小的演出应该有上百场 主要是在国内的时候 现在的古征音乐呢 有很多 首先我们最经典的古典的曲目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现代创作的曲目也很多 再一个就是 很多人也用古征来表现流行音乐 或者是外国的音乐都有 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点吧 首先你演奏古典音乐的时候 是对一个古典的追溯 它可以让你感受到 古代时候人是怎样欣赏音乐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在你弹奏它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原来那个时候的音乐 那个时候的人享受到的 他们的娱乐项目就是这样的 他们是这样来感受自然的 包括高山流水 宇宙唱晚 在古时候的人心 是怎么来表达自己对山的感受 对水的感受 以及对夜晚 对美好的感受 我觉得古征教学吧 首先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在教别人 我的感觉是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想法 和我在分享我自己的知识给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爱一样东西的话 你会就是你会感觉你很想要跟其他人一起去分享 我觉得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点 因为你学这门乐器并不要把它当作一种任务来完成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开始学一门东西的话 他如果感兴趣 那么才是最主要的 另外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传授的一种思想是 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坚持 因为你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看不到很多成效 可能你在上了两三节课 你才可能弹奏一首小小的曲子 它的成长是非常慢 但是我们要鼓励它 因为你虽然是只是小小的一点进步 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 那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可能对你自己本身和对其他的方面 包括家长想的可能对孩子以后的成长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都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因为它一旦形成了做一件事情非常的坚持 那我觉得磨练的它是它的意志力 因为它如果是可以坚持一件事情很久 其他事情它也可以做得很深入 我觉得这个对人的影响是真的是潜移默化 而且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它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它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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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潜移默化的过程